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心理师根据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杨子饰演的女心理师贺顿 偶遇警百然饰演的前开议 两人一起合作主持了一档情感类心理电台节目 因此暗生情愫 互相救赎的故事 这部剧立意好 剧情精彩 演员阵容强大 是不难得的好剧 也是杨子和其粉丝目前最看好的一部剧 杨子这几年的运势 只能用一句时运不计来总结 在连续大报两部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和《亲爱的》 热爱的后 杨子已经有两年没有新剧播出了 与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是2019年拍的作品 因2020年的肖战227事件 拖到现在仍未播出 与吴亦凡合作的《青三行》 也是2019年开机的作品 因为翻味之争闹的两家粉丝 和片方面上都不好看 就一直拖着拖着 拖到吴亦凡被拘留 就再也没有播出的希望 若是井百然真因被吴亦凡牵连而出世 导致女心理师播布了的话 那杨子可太惨了 两年未播新剧 对任何一个上升期演员来说都是重大打击 但杨子有加油儿女攒下的强大国民度 有欢乐颂的出圈热度 有香蜜和亲爱的两部暴剧 所以写异常的后 如今余生请多指教 也有要播出的预兆 沉香如谢也发了预告 只要剧能顺利播出 相信以杨子的演技和挑剧的眼光 必然能让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今年才28岁的杨子 已经有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演技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相信曾承诺粉丝 会一直演戏到老的杨子 能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未来可期 谢谢大家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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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仲妮 按赞 订阅 订阅